是 那時晚上,我播放電汗 就是新直電台的恐怖熱線 那時還不是羅田觀小聰 還是上一代的菜項年 那時我差不多慢慢聽 我記得有天晚上也是睡覺 記住,我完全清醒 我完全不是睡著 不是半夢半星 我坐在床上,關了燈 蓋上皮膚,留下誓言記 聽聽蔡康蓮 即聽聽聽聽眾的鬼故電話 我很喜歡那種很害怕 但又很想聽多點的感覺 如是者,聽了大約半小時 直至九個字,根本有點累 有點硬睡 之後我就想,好,睡了 因為我很熟悉自己的環境 我只能伸手上去 按一下按鈕 不用看,也知道在哪裡 對,當我伸手上去 準備按一下那三音機的時候 突然之間… 捉… 捉… 有隻手的感覺 捉住他的手,不讓我動 很大力 我真的要說真的,不要大力 然後整個人馬上彈起來 然後就開燈,開電視 是 關掉了我的手,然後… 當時我冒冷汗 然後我就馬上走到廳裡 又開了燈,不回房間 有人安靜一下 先讓人清醒一點 之後我就想 剛才那裡,我很肯定… 是一隻手 第二天起床 洗手,查完洗手的時候 我看到我的手 類似這樣 有四隻紅紅的、羽羽的 一隻手的人 還有一條痕在這裡 這個有多少個 然後我以為是… 不知道是甚麼骯髒的東西 很明顯是類似的,有點乳癢 然後我將這件事… 當時我身邊的東西 大學有個同學 不知道爸爸也認識甚麼 馬上山 或是法科界的東西 然後我將事情告訴他 他說原來我們晚上 當我們聽三音機的時候 或者有些人在說鬼故事的時候 那些朋友很喜歡… 坐在一起聽 我聽完之後,我死定了 我每晚都聽過 可能那一刻就是… 那個靈魂的朋友 知道我想認識了他 他想繼續聽… 他就告訴我 叫我不好,讓人做 我好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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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Okay. 你 Reflect 我們是想要 我好怕 我很好怕 你